聖經上告訴我們 智慧和能力乃在於神 謀略和辨識都屬於他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 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今天的你是否也需要 從神而來的智慧和謀略呢 讓我們一起來仰望這位 厚次於眾人的神 祂絕不會讓我們失望 撒摩爾記上九章一到十四節 有一個汴雅敏人名叫基氏 是汴雅敏人雅非雅的玄孫 比哥拉的曾孫 喜羅的孫子雅別的兒子 是個大能的勇士 他有一個兒子名叫扫羅 又健壯又俊美 在以色列人中沒有一個能比他的 身體比眾名高過一頭 扫羅的父親基氏丢了幾頭驢 他就吩咐兒子扫羅說 你帶一個仆人去尋找驢 扫羅就走過以法蓮山地 又過沙利沙地 都沒有找著 又過沙陵地 驢也不在那裡 又過汴雅敏地 還沒有找著 到了蘇福地 扫羅對跟隨他的仆人說 我們不如回去 恐怕我父親不為驴掛心 反為我們擔憂 仆人說 這城裡有一位神人 是眾人所尊重的 凡他所說的全都應驗 我們不如往他那裡去 或者他能將我們當走的路 指示我們 扫羅對仆人說 我們若去 有什麼可以送那人呢 我們囊中的食物都吃盡了 也沒有禮物可以送那神人 我們還有什麼沒有 仆人回答扫羅說 我手裡有银子 以赦克勒的四分之一 可以送那神人 請他指示我們當走的路 從前以色列中 若有人去問神 就說 我們問仙劍去吧 現在稱為仙知的 從前稱為仙劍 扫羅對仆人說 你說的是 我們可以去 於是他們往神人所住的城裡去了 他們上坡要進城 就遇見幾個少年女子出來打水 問他們說 仙劍在這裡沒有 女子回答說 在這裡 她在你們前面 快去吧 她今日正到城裡 因為今日百姓要在秋潭献祭 在她還沒有上秋潭 吃祭物之仙 你們一進城 必遇見她 因她味道 百姓不能吃 必等她先助忌 然後請的客才吃 現在你們上去 這時候必遇見她 二人就上去 將進城的時候 撒末爾正迎著他們來 要上秋潭去 撒末爾記憶故事當中的 另一個重要人物 終於要出現了 我們今天要一起來認識 扫羅這個人 聖經告訴我們啊 扫羅的父親叫做 姬氏 是一個大能的勇士 這個大能的勇士 可以翻譯為一個 有魄力英勇的人 扫羅的父親 就是一個有魄力而又英勇的人 我們相信 扫羅這個人一定也不差吧 聖經中今天的第二節 他是這樣說 他說有一個兒子 名叫扫羅 又壯健又俊美 在以色列中 沒有一個人能比他的 身體比眾名高過一頭 你知道一個要做王的人啊 每天要做的事工 是非常繁好的 責任也格外的重大 如果沒有一個健壯的身體 不容易勝任 同時 平日每天又要接觸 各式各樣的人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俊美的衣表 才能夠給人好的印象 聖經記載的扫羅 又健壯 又俊美 以色列人當中 沒有一個能比他的 這個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條件 第三第四節繼續說 他說 扫羅就走過以法蓮山地 又過沙利沙地 都沒有找著 又過沙林地 旅也不在那裡 又過汴雅米地 還沒有找著 扫羅他一地又一地地去尋找那幾頭驴 可見他心裡面對於父親交代他的任務 他做事是非常認真 一點都不馬虎 一點都不馬虎的 當他接受父親的托付 雖然在極小的事情上面 可是扫羅仍然是十分殷勤地去做 表示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喔 這也是一個做王必須要有的性格 第五節他說 他到了舒服地 扫羅隊跟隨他的仆人說 我們不如回去吧 恐怕我父親不畏驴掛心 反畏我們擔憂 這句話告訴我們什麼呢 扫羅他是一個心思思慮稠密的人 他做事不是單憑一股勇氣 橫衝直撞 他思想非常的稠密 他能夠體會到父親的心 而從聖經後面的記載也發現 他的父親的確是為他擔憂了 他所料想的一點都沒有錯 不僅如此喔 在第六節當中 他的仆人提出了一個好的建議 而扫羅也立刻接受了 一個能夠接受好的意見 不固執無成見 這的確是做王不可少的一件事 而且不僅如此喔 當他的仆人提出建議之後 扫羅立刻想到 如果我們要去求別人的幫助 要去受別人的恩惠 不可以白白 不可以空手的去 所以他立刻就問仆人說 我們若去有什麼禮物可以送那人呢 而且當扫羅見到撒摩爾之後 扫羅一點都沒有驕傲喔 他反倒謙卑的說 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 致小的便雅敏人嗎 我家不是便雅敏支派當中 致小的家嗎 你為何對我說這樣的話呢 自視為微小喔 這個就是謙卑的表現 而自卑也正是身高的條件 其實以上所提的幾點 聖經清楚的讓我們看見 扫羅他的確有被立為王的條件 這表示神不是一開始就要拋棄扫羅 才立他為王的 而且更美好的一件事情是 就算以色列求王 求立王的態度有問題 他們是在一個錯誤 還有不正確的動機之下提出的 可是一旦神允許一件事情發生 神就把這個旨意 把這個決定 南瓜在他恩典的計畫裡面 今天的故事 今天的聖經 讓我們明白 當神憑自己的主權所應允的事情 神絕對負責到底 你有没有對神的智慧 與神的良善 有一個新的認識了呢 親愛的弟兄姐妹 不論我們在公司 學校 家裡 教會 或是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都有可能被托付某些任務 其實不只是在教會當中服侍 只要我們是為主做的 我們都會是上帝的工人 你一定會成為某一個領域當中的領袖 就好像我們看見今天的扫羅一樣喔 我們會從一件小事情開始被委託 到後來我們就會被賦予越來越多的任務責任 這對我們生命是一個極為美好的一個祝福 因為我們可以更多更大的來被上帝使用 而當我們要成為一個領袖的過程當中啊 這個品格啊 你跟權柄的關係 你的恩賜就會開始被多方面的考驗 大家不要覺得害怕喔 這個是上帝訓練磨練成全一個人當中必須經過的路徑 有一本我很喜歡的書叫做健康的領導力 這本書裡面提到了其實每一個領導者都承受了某種程度的個人心理缺陷喔 它的範圍是很廣的喔 可能是很溫和的 可能是很劇烈的 弟兄姊妹當我們走在這一條邁向成熟 走在這一條成為一個健康領袖的道路上面 我們個人的缺陷常常會用一些特別的形式來出現 什麼是特別的形式呢 通常它會來自於個人渴望成為成功領袖 那背後的驅動力 我想要表達什麼 我基本上想要告訴大家喔 弟兄姊妹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一個完美的領袖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領袖的位分上面 你覺得自己不夠完美 不要緊 因為這個不是真正的關鍵 關鍵是什麼 你能不能看見你自己在身為領袖的這個位分上面 你內心那個黑暗面 你真實驅動你去服侍別人的動機是什麼 如果你可以察覺你心裡面那個缺陷 其實上帝絕對可以幫助你 驕傲自私自欺錯誤的動機 就是你跟我我們人心當中常見的黑暗面 今天的故事當中讓我們看見扫羅一登場 聖經對他的記載 哇塞他真的是拿了一手的好牌耶 可是允許我抱個雷喔 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扫羅的侍奉旅程 並沒有一個好的結局 關鍵是什麼 我願意你跟我今天我們一起來學習 不斷的聆聽神的聲音 比起服侍的果效 更重要的是建立你自己跟上帝的關係 還有要順服上帝的旨意 一個我們熟悉的非洲步道家布永康 我們都很明白 布永康曾經問過上帝一個問題 我也知道有時候我在生命當中 雖然會被磨練 可是出於你的愛跟智慧 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要叫我得益處 我要讚美我的主 我今天來到你的面前再次將我的生命為生 我知道神你可以使用任何一個 願意被你使用的人 求你賜我恩典 讓我常常在你面前建立祷告的祭壇 使我能謙卑凡事尋求你 我相信萬事都要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著益處 我們將感恩祷告祈求 是奉靠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们 我們在這兒的聖名 會不會讓你來自找的 雖然會不會讓你來自找的 雖然會不會讓你進行 為你進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